原标题 天津的守军可不像副座义那么理智,因为天津的警卫司令名叫陈长杰,陈长杰小时候家里非常穷困,以至于她的妈妈甚至想把哺乳期的陈长杰扔掉,好在她的姐姐把她捡了回来,才保住了她的小命。 后来,陈长杰就响应辛亥革命的号召,也是为了毛球生计,陈长杰选择参军入伍,结果没想到,竟在军队中脱颖而出,被送往保定军校深造,从这所学校里出来的,一个个都是平步青云的高级将领。 抗战爆发后,陈长杰已经是第61军的中将军长,直接接受阎西山的领导,在平行关战役中立下了大功。 要知道,平行关战役,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平行关大杰这一场战役,而是包含了大大小小无数场战斗,而陈长杰负责应对的,正是日军的主力部队,在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。 陈长杰与日军熬战了23个昼夜,最终还是取得了完胜,抗战后起因为军事调动的原因,陈长杰基本告别了前线,直到平行战役前才重新被启动,考虑到他以往的战火。 陈长杰最开始担任的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,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,可惜随着战事的深入,国民党可用之才越来越少。 陈长杰负责 陈长杰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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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长杰责